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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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很高興和你聊天 俏皮說哈囉 韓國瑜當選高崇市長後 首度露面就是開網路直播 和粉絲聊天 因為我接到蔡索盛的電話 我嚇一跳 當然她的聲音 非常的客氣 韓市長恭喜順利當選 你打的這個選擇過程非常的 她是用很神奇的資料 精彩 她沒有說好也沒有說壞 你打的很精彩 恭喜你 未來將來中央跟高雄 很多地方 還是會有配合的可能性 自爆接到總統蔡英文賀店 嚇一跳 大方公開談話內容 強調中央地方一定合作 繼續報喜 最少有10家公司 直接或間接跟我聯絡 他們希望來高雄投資 我聽得好高興 喊出至少10家業者表達投資高雄意願 韓國瑜在直播中賣關子 沒多透露細節 傳出其中包括遊艇業 中美貿易現在的競爭的原因 他現在要進去美國 從中國大陸輸出到美國 他多課增了25%的進口稅 所以在大陸的一些會員廠商 他一直想要移回來高雄 高雄港灣優勢一直是遊艇產業發展亮點 業者對未來的新市長有期待 而韓國瑜曾和郭台銘透過電話搭上線 直接邀郭董投資高雄 兩人不排除到對岸廈門碰面 進一步談投資細節 可能也是韓國瑜口中10家廠商口袋名單 選舉期間喊出的高雄發大財支票 能不能兌現高雄市民等著看 三連信用的投資小黃毓文告訴我們 報答